一片里面就是 让你录最久的是哪一首歌 开始了寂寞 情绪要满意啊 那首歌因为是主打歌 然后我们当时为了配合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时间上是非常非常之感的 我是一天把这首歌录掉的 然后整个就是九个小时 就不断地磨不断地磨 不断地 我说晚上进录音室 出来的时候已经早上五点多 天哪都可以吃早餐了 对我那时候就跟说 我说我已经很多年 没有在这个时间看到这样的太阳了 就是在外面 然后我那个开始的寂寞 因为是主打歌 所以非要精益求精 投入更多的心力 对 但是我们为了配合 就第一首先录它嘛 然后又因为敢 所以其实我觉得 如果现在唱的话 还是会更好 对 但是有时候会觉得说 没关系 路遥还是有一定成长空间的 对 不如我们就来验收一下你 就是摸了整个 就是摸了九个小时的成果 要不要帮我们清唱一小段 好没问题 这个没有在Skill 在那个那个Skill里面 好了 哎呀你也知道就是入乡随俗嘛 好 怪不得你刚才很care我的那个 它有预谋的 我计划性的就是因为我也会写计划呀 我想从副歌开始吧 好的 开始了寂寞 也许能快乐 抱开脆弱 还是不能退后 开始了寂寞 还会舍不得 只好对回忆下手 抹杀了所有 谢谢谢谢 掌声带一点 没错 这旁边的摄影大哥也跟着拍个手吧 摄影大哥完全没口礼物 他又很专心的就是take你的表情 听得出你特训的成果 会吗 对 新手年来 因为其实你要马上唱歌有情绪 那是很难的事情 对对对 我要进入状况 而且讲话讲很久 声音都压很低 好 来吧 音 唱 咳 声 讲